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了 通往人界的结界 人类鲜嫩纯粹的灵气 天魔一族 休想危害人间界 我就知道没这么顺利 不过帝尊千万 而天地存一 不自量力 人类鱼 倒是有点意思 有我在 休想踏入人间半步 休想踏入人间 你倒算得上有几分力气 不过还没人能阻止我 不 我想 人类 绝对不能让你得逞 今天你休想害我万千人族一死一毫 就算同归于计 也能诛杀你这魔头 强体到天地境界 这可是要用寿源作为代价 我倒要看看 你有何能爱 你 一梦万年 荒谷通缘 轮回烟 混沌黄雀 善恶间 舞蹈花三千 春火燎原 中间重现 本里攀平的深夜 是小剑 战千难万线 看天到未准 先翻太过 风清明卷 是与非 对错 是一遍 万间浪身边 平田莫乱 梦散推延又几番 互帆成人间 成了离河山 成了 他万万十年 生死已先前 他万世结缘 总恨中小胆 离九祖之殿 宁肖破莫远 迎风泪泪 烟炎珠协在一盏 他与火涅盘 这天晚光烂 他命数不发 虽永恒虚幻 弄转间 已打遍这天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臣 叶臣 你来了 叶臣拜见长老 请问长老有何安排 此次任务滋事重大 继关我宗百年命脉 叶臣 你挑选情报阁精锐弟子 前去妖兽森林会合点取回灵药 弟子一定不负长老所托 将那灵药安全带回宗门 此乃我随身欲陪 交由你以此为时 不得有任何闪失和延误 是 伙徒 岳将 属下在 叶竺请分配 全灵之体出世 有件事需得你二人合理去办 是 吕诗指 但是 玄灵之体现世 有个任务需要你摸索一趟 那是 看来 这大楚衣殿三宗的格局 要变了 叶师兄 都搞定了 到枝阳宗后山了 我们应该安全了 走 我去复命 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 真的东西 在我们几个人缘境手里吧 不过 叶师弟 这次我们护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这次小队的负责人 应该知道吧 叶师弟 我就是问问 你别生气啊 谁 张师弟 这 真的东西在你们身上 那我运气可真是不错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或许可以饶你们也 啊 啊 啊 真阳界呢 武器 人缘 真阳 灵蓄 每一个境界 都有十倍百倍的实力之差 而我们就剩下两个人缘境 下一个 是你们谁呢 嗯 都是 哎 呀 行 诶 护 呃 这位前辈 不要杀我啊 你看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你要的东西在他身上 你就饶我一命吧 快走 你的师兄可比你实气多了 东西交出来 休息 哈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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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灵肢体出世 唯一阻止的机会 便是那玄灵肢体觉醒后 需要的固体瘾药 交出瘾药 你还没发现吗 瘾药早就不在我身上了 快走 什么 剑格耍我 杀死了 我这是要死了吗 双儿 叶师兄 你醒了 我得救了 守山长老赶到时 你还有一口气 只是 只是什么 能留下一条命 就不错了 我的探铁 那个 叶师兄 吴长老让你想了去见他 要不你先去见吴长老一面 叶辰 这一次多亏了你们情报格吸引注意力 那灵药材安全无余地被带回 你立了大功了 这里面是给你的奖励 叶师兄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郑阳宗的规矩 丹田一岁之人 是不能再留在郑阳宗的 更何况是情报格 可我是为了宗门才 我们也不想这样 但是你的丹田一废 无法继续修炼 留下 看着师兄弟们日进千里 难受的是你自己 说得再好听 也不过是你们过河拆桥的借口罢了 叶辰 宗门救你一命 已经是人之一尽 现在走 还有几分情面 但要是你继续胡搅满臣 可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为郑阳宗鞠躬尽村 却落得这样的家 如此人的寒心的宗门 还有什么脸面 叶辰 你大胆 既然你们无情 那我叶辰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郑阳宗的人了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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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刚才说话的 是叶辰 您说 你的玄灵肢体稳定下来了 刚刚叶辰在这儿 嗯 他丹田已废 没有资格留在郑阳宗 丹田废了 您说 等一下 传闻叶辰与你感情甚好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一般 但是你不能去 你现在玄灵肢体已经稳固 未来修行必定一日千里 将来妃生也未尝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叶辰 胆田已废 再没了修仙的资格 作为凡人 几十年的寿命 便也是他的极限 你们已经不合适了 我知道 但我 凌霜 就算你不在乎 你就不为叶辰想想吗 你玄灵肢体的身份 定会有很多精彩绝艳的才俊 想要和你结为道理 还会有敌对的门牌 想要毁掉你 如果他们知道 你有一位道理 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凡人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 你说 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说吧 还是被逐出宗门了 没了丹田就是废物 破口在地 这就是我的宗门吗 真是让人恶心 只是 说 醒来后一直联系他 都没有回应 他是去做任务没回来 还是 叶辰师弟 你还没走啊 太好了 我还担心赶不上送你吗 叶辰师弟 我好心来送你 你怎么不理我呀 赵康 我还没有愚蠢呢 连你是好心来送行 还是来炫耀都看不出来 叶师弟 你说什么呢 师兄当然是好心来送你的 你现在让开 还能给你留点情面 不然你向敌人求饶 暴露灵药下落的事 我不介意让所有人都知道 叶辰啊叶辰 你该不会以为 你还是以前的叶辰吧 动静 丑狗 不过一凡人而已 你觉得你现在说出去的话 还有人心吗 让开 让我让开 你算什么东西 丑狗 谢晨 你今天就爬着出去吧 竟然治平身法 却把任人静的赵师兄放倒了 解尘 找死 住手 师姬凝霜师姐 凝霜师妹 你来了 我这里出了点状况 得离开郑阳宗王 不过双儿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 过天 算了 双儿 你在说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 你有一位盗驴 他只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凡人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之间无缘 你我就此分手吧 好 如你所愿 从此 我们天涯两端 永不相见 叶师兄 等等我 臣 以后我们要天天在一起 从天而降了真火 你跟我一样 也回不去了 我要是还能修仙 倒是可以收了你 我们相依为命 可惜现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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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你醒了 这是 空凛镜才会有的丹海 我虽然现在丹田恢复 宫里回到了宁七一中 但怎么会有丹海 难道是真火 年轻人 你醒了 怎么了 身体可有不适 谢前辈出手相助 我没事了 没事就好 敢问前辈是 老夫名叫张丰年 小友叫我张伯便是 小子名叫叶晨 年轻人 饿了吧 快来吃饭吧 粗茶淡饭 让你见像 前辈哪里画 前辈的救命之恩 在下莫取难忘 这是灵圣 小鹰乖 不许凶大哥哥 来 这块给你 我看你应该也是修士吧 是哪个门派的 我一介散修 无门无派 那真是可惜了 风华正茂 该寻个修炼门派子的事 鸟 吃饭呢 张探 你在干什么 老东西 赶紧交出来 你 你个孽徒 你找死 小鹰 我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别给脸不要脸 爷爷 不准你打爷爷 小鬼 别以为我不肯拿你 杭月松的弟子 凝气二丑 爷爷 凝气一丑 凝气一丑 小了 想干什么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 你 你竟敢 爷 你轻而重天的账套 竟然被夜晨碾压了 人在做 天在看 都为自己积点阴德 你 你等着 你 你等着 明依 小悠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前辈哪里话 举手之劳而已 敢问前辈 那张探为何对您如此蛮好 我曾是横月宗的长老 此事说来话长 叶臣小悠 有没有兴趣 做横月宗的弟子 当然有兴趣了 可是 前辈 横月宗门槛不低吧 无妨 我写一封介绍信函 相信让你做一个实习弟子 还是可以的 那晚辈 在这里先谢过前辈了 来 来 来 晚辈叶臣 前来投尸 这是张丰年前辈的举荐信 张丰年 这倒是新鲜 三位师兄 你们商量商量 谁愿意做这叶臣小悠的师父 我 你都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才拧起医处 那个 我天阳风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钟师兄 您这 那个 葛师兄 我弟阳风也不受废物 秦阳师兄 别走啊 就当买我一个薄面 把他收了吧 清瑜师弟 他还远没有达到 进入任阳风的资格 说我不能答应 他的天赋太差了 少瞧不起 我曾经可是人怨精 小悠 看来你只能做一个实习弟子了 你可愿意 实习就实习 说不定哪天我就转正了 那好 这是你的御牌 多谢长老 去万宝阁领取一件防身兵器吧 那就有劳长老了 实习弟子叶辰 见过长老 欢迎 进去一露玄的灵器吧 玄龙宝剑 看 看上去这么厉害的宝剑 居然只是一把 一碰就没的垃圾 就这还万宝阁呢 果然都是低级的 这是 天鹊 啊 啊 啊 这是 又来一个让我认主之人 居然是有意识的抱歉 那从今天起 就归我了 五四两命 好快 哎 好吧 可笑,就会如此浅薄,今天爸爸让我屈服于你 无论怎样,今天我都要盯你了 我只是弱了,今天要盯你了 救我 是我,你是 是 我 会 在你心 我 得战主天 再成定罪 我 这下子是什么呀,你还不是什么呀 就是秀威弱了点,脑子也不见得有多正 叶辰,你为何选这般重剑 这剑对于你这样的弟子可不是一般的重剑 我建议你还是欢迎吗 没关系,我挺喜欢他们 哼 这天雀放我这一百多年,总算是有人选走的 赶紧扛走吧 谢长老 秦宁霜,赵康 他们怎么在这儿 是 这一年 欢迎订阅 去哪里 天雀 好,那正阳宗的女修好漂亮啊 听说是来商议三宗大笔之事的 一定是正阳宗的真传弟子吧 不知道排第几名啊 拧双师妹 是啊 赵康 被信弃的小人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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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悉的感觉 是她吗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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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师妹 怎么了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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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师妹 师妹 等等我 师妹 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不管怎样 郑阳宗的人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我只需要变得更强 暗黄灭体灭树 暗黄灭体灭 暗黄灭体 乃是彻彻叠底裂体之法门 我希望是大差 则恨是金刚不坏之君 我要让当日破我丹田的人 赵康 长青 西纤双 加倍奉还 这蛮黄灭体果然霸道 感觉身体的每处角落 都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留意 如此一来 想要进阶 便比同阶的人需要更多的精元 也就是更多的御灵液 看来得多去接点任务 转灵液了 这凝齐一虫也太 太能热 这凝齐一虫也太能热 以我现在的使命 应该 这冰狼任务我赵龙接了 赵师兄可真厉害 凝齐五虫的冰狼任务都敢接 怎么 不服 师兄拿走便是 这任务 我也接了吗 赵师兄居然接了两个任务 太强了 这任务也是我的 以边去吧 这位师兄 我与你肃无瓜葛 为何刁难你 不瓜葛 哼哼 你打了我的小弟 还敢说跟我不瓜葛 胆子不小吗 原来如此 准是张涛 我赵龙的小弟你都敢欺负 真是显命成了 师兄 是他处置在心里 这都打起来啊 凝齐一虫也敢招惹赵龙 这小子太狂了吧 好 很好 你小子 没实力还敢装硬气 不住 不是张涵 我也别会输 天吾哥 走走走走走 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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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早晚收拾你 我等着 我等着 不是没有 走走走 原来俊개 这是手币的 脚cej 记住 嚷 开 breast 拼一取 取dom 大石 让你 无极药兽 好强 无极药兽就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道 好痛 五级要是 那又如何 给别 逃下 谁 到底是谁 给我出来 可我 作为你帮我拿下这枚兽丹的奖励 我这就送你上路 我这就行了 这我 偷袭 让你偷袭 看你还敢偷袭 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二位来此 找老夫何事 前辈 我家殿主听闻您这里 就有一粒天际灵丹 不前来拜访 还望您助我殿主一臂之力啊 前辈就当卖给人情 我们嗜血殿愿意出高架 天际丹 你定为拍卖物品 不能交易 二位请回吧 若是您答应 月娇可以为您做任何事情 子依 你好不给情练 怎么 嗜血殿是要与我天玄门开战吗 菜下不敢 既然前辈将其定为拍卖物品 那在下不便多言 告辞 我们现在怎么办 任务没有完成 店主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有办法 有办法 你说的办法 就是见到这个横月宗的女人 挪不开眼 这种绝品货色带回去献给店主 你觉得店主还会不会责怪呢 人呢 你们是在找我 是血殿祸都月娇 灵儿美人认识我了 那就好办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那要是本姑娘不愿呢 那美人儿就别怪你 这辈子欺负人 口出狂言 看本姑娘怎么教训你 月儿 还不出手 妹妹 别忘了 还有我呢 二对一 似乎也不怎么样 对 神魂攻击 木狼 他的神魂攻击比我们强 想玩后无损带回去给店主 怕是有些不容易 那不行 那就来按他 看这儿 结束了 结束了 没用的 这可是我们改造后的极品极乐伞 是 像你这样未沾情世的女子 只要吸入一丁点 便会受欲望诉苦 是你一把 若不及时解除药性 欲火攻心 经脉剧断而亡 正是你的下场 灵儿美人 别挣扎 跟我走吧 别想到有这么多 发财了呀 悬术 这可是我现在最缺的东西 以授之姿态展开近身搏斗 有意思 配合我的蛮荒链体正好 欲空飞行 空明镜 高洁修士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好像有些不对劲 算了 高洁修士的事管不起 先走为命 那人 铁草啊 跟我来 对不起 两位前辈 我在此修炼 不知道会打扰到你们二位 迎气惊 二位有何指教 小哥哥 你长得可真好看呀 前 前辈 小哥哥 一个人在此练功呢 是 是 小哥哥 你有没有看到一名 穿着红白衣裙的女子 从这里经过啊 看 看到了 展望 往这个方向去了 明镜一串 父族为患 小哥哥 站在这里别动哦 娄家待会儿便回来 吓死我了 没想到那个女人还会迷人心神 高洁修士果然不好对付 不知道那位美女前辈怎么样 前辈 那两个人已经被我骗走了 你已经安全了 谢谢你 前辈 前辈 难道是 烧 好烧 前辈 就快好了 你再坚持一下 前辈 你 人呢 奇妙 我们已经找了半个石上 却半点不见那楚灵儿的踪影 会不会是我们两个中途走岔了路 总不会是那个小哥哥摆脱了我的控制 骗了我们吧 那个女人中了极乐伞 走不了多远 他们应该还在那附近 我们回去 我要杀了你 你 你 你站住 你讲不讲道理啊 是你现在不 不过来了 那你也不能那样对我 你 你这个风雨 早知道 救 我救你了 小人贼 你还说 就死了 早就杀了他 你 早就杀了他 我 快 回来再收拾你 啊 我看不会 真要死在这里了吧 哎 哎 这是 霍都 月娇 你们还敢回来 灵儿美人 你的毒是谁帮你解 莫非是那个帮你撒谎的小 混账 你还敢言语倾过于我 拿命来 暗示他 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是想将你完整的代务 真当我们就怕了你 霍郎 换个礼物给店主吧 我杀了这个女人 看你怎么杀我 我杀了 月儿 我来帮你 这是 纯天机 七夕跟宠灵儿有点吓人 该不会是 月儿 不要纠缠了 我们坐 灵儿 灵儿 你受伤了 无碍的 姐姐 怎么会无碍 我们赶紧回宗门 我帮你看看 我还有些事 姐姐你不要跟来 这什么事 竟然让她给逃了 这是 杭月宗外门弟子 你死定了 那小子还没回来 兄弟们 我都着急好了 但让人守了好几天 都没看到夜晨的身影 这任务也是我的 本来想将他和张丰年 那老头子一起收拾的 他运气都是好 不等了 你现在就去找张丰年 不管用什么方法 这一次 天灵咒我一定要拿到 张丰年 滚出来 你们干什么 张涛 你要干什么 老实点 我啊 张涛 爷爷 小兔崽子 脖子还挺硬啊 张涛 畜生 有本事 你冲过来 哼 老东西 等会儿就轮到你 师兄 没找到 师兄 我这也没 击 天灵咒在哪儿 天灵咒在哪儿 还好没被风雨追到 老不死的 不说是吧 你俩找个锅 给我把那只鹰给断了 好嘞 是师兄 这鹰肉我还没吃过呢 这回有口福了 前辈 我会 哟 你还真敢回来 成桃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你该扣死 师兄 杀 你给我杀 杀 父女又� Wherever Oo 巡袖 国王 夜沉再次发誓 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到伤害 我能留着错了 我能留着错了 滚 你 你可是我师尊是何人 我师尊乃是歌虹 是帝阳风 首宗 你 我说今天谁也救不了你呢 那老头的毒针正好拿你试试 好难受啊 救救你 救救你放了我吧 都是找龙师兄 是他想要天灵咒 在派我来的 不管我事啊 是吗 前辈 都是我的错 只有我自责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是吗 修炼之道 当尊天地 天地最大 气 乃人之根本 修师 当以炼气为主 张龙 我在风云台等你 张涛这个废物 龙儿 可知是何人在挑战你 回禀师父 是一个叫夜晨的实习弟子 夜晨 只那年过若冠 却只有宁气一重敬的夜晨 师父知道他 去吧 承戒一下即可 下手无需太重 免得传我弟阳风欺负荣 是 我不去找你 你倒来找我 谁这么大胆 他真挑战赵龙师兄 书儿 咱看你看看 看看 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不须夺言 来吧 莫及 风云台自古切磋皆有彩头 夜师弟就不想和我 毒点什么吗 毒什么 谁若输了 就给对方当一辈子下人 这堵住也太 一辈子下人 那和卖身器没两样了 夜师弟 你看可好 好 赵师兄想赌 莫不如赌大天 师弟想赌何物 赌 命 这除冲了不大冲啊 卖狼时之类的 今天就死了 小子 你可是你在说什么 怎么 怂了 怂 既然师弟这么想不开 这命我赌了 真是小看你了 小看我 你会死得很惨 这小子哪儿还这么大的力气 名气一虫真气数量晚就稀少了 还要分出真气架给天鹊 九龄速度 以天鹊的重量拖慢 不过能在赵龙手中走过三招 夜城以后名气一虫 一 크�ие 没有人 身复已决咯 散了散了 摔裙 我看你还有什么可以倚仗 卸尘 乖死 为我近身 就更是你的失败 这是什么打法 那些厉害的玄术秘法呢 这就是最原始的薄刀术 年轻人 你要去哪儿 报仇 今天 你必死 将来 别说过 绝不爱 再受到伤害 再受到伤害 这小子的招式也太诡异了 是苍王拳 跟城尔独传秘术 叶臣这下可麻烦了 苍王拳 准雷掌 是苍王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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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已了结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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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臣不会真要杀赵水兄吧 师兄他可是青传弟子啊 看这架势叶臣是要下杀手啊 我师父是帝阳风首座 你敢杀我 你敢杀赵水兄 师尊不会饶你的 你不会这样 赌约在先 他必须死 是 不会轻饶你的 这位师弟 切磋而已 得饶人质且饶你 那不是 这是苏星月 人阳风的苏星月 他竟然来了 之前都没注意到 什么时候来的 若是方才输了是我叶臣 师姐是否也会这样说 你杀心太重 难成正果 师姐的意思 是让我放了他 我只想让你回归正途 莫要被 你有亲人吗 若是我将你的亲人 调起来狠打 你会不会杀我 若是你也会 就少给我摆出这副 假猩猩的嘴脸 你 师父 见过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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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师父救我 方恩 赌约在先 是我不能答应 师父 师父 快救救我 赌约在先 今日他必死 你也处 啊 可荒芙 五月为先 是风云台的规矩 你身为咱俄 亦无去的干涉 师父 师父 小娃 做事不要太局 让我放了你的宝贝徒弟 也可以 得看你有多少诚意 拿去 葛长老 记住 是我夜晨放了赵龙一马 你欠我个人情 哼 这么多灵石 正好换身行头 念 五百零石 五百零石 葛红出手还真扩着 这不是夜晨吗 这小子倒是一战成名了 哎 不过他今后的日子 可不怎么好过 是啊 和师叔牙子必报 岂会轻易饶他 我听说啊 师叔坐下一个真传弟子 提前出关了 扬言要教训夜晨 是吗 那又好戏感 走 真传弟子 看来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 来 庞长老好 好好好 我忙着呢 你随便看 火莲花 啊 神圆草 碧瑶花 哎 哎 紫藤山 其实这价格 玉陵古卷 莫非是记载玉陵夜制法的秘卷 二十零石 扯的吧 首先已玄火熬之数十种灵草 玄火 啊 啊 你小子 又偷拿我东西 啊 把其他东西也给我交出来 啊 你刚才不是把东西老做了吧 我怎么有的 你从那儿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啊 哼 哎呀 这位道友 你小心哪 这还说没偷 今天不要叫醒你一顿不可 这不是偷 这杰荣 你防在这儿也是此回吧 恐惨是你一顿不可吧 你 道友 你是不是有真火 你是不是有真火呀 什么呀 真火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有真火嘛 你谁呀 道友 真火也有勇严嘛 绝不能轻易让人知道我有真火 不然真就引火杀身了 我没有 不 你肯定有 我吻都吻到了 你晓不晓得 我们混月中 唯一一道被封烟在灵丹阁的敌货 我都吻了全别变了 跟你身上的味道 一模一样 一火 灵丹阁 是有什么关系 道友 你这都不晓得了吗 那鱼鳞也并非反间烟火可以锤炼 只有苏醒精存 火力强大的炫火 在高人的脏锋下 才可以联赞 怪不得这玉灵古卷只卖二十灵石 玄火难觅 有了古卷也无用处 你还没消的了啥 你还没消的了啥 你还没想被你当个搜索封为宝贝了吗 我这么个很远中的玉灵业 都靠他才能够联赞 原来如此 我只是对知识感兴趣 学习 学无止境 我这里有血与兰花 这是连自玉灵业的笔贝林草 你要是想通了 来林草院找我哈 哼 你 有宝贝 我的个怪怪 一千三百灵石 小子 看上这葫芦了 庞长老 这葫芦能不能便宜一点 不行 这葫芦空间庞大 浑然内成 一千三百灵石已经很便宜了 这样啊 你有多少 一千一 差两百 要不你拿别的东西凑凑 是血丹 这可是毒啊 小小年纪整这些歪门邪道 这东西毒性太强 还是放我这儿吧 长老若是觉得可以 就抵了那两百灵石吧 你 是血丹的好宝贝 这次可赚大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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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说天玑丹已经拿去拍卖了 我们对紫衣是毕恭毕敬 可他去蔑视咱们石血殿 咱们再不给天玄门点颜色看看 真当咱们石血殿好欺负呢 我 你 你 我要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两天了 炼制灵液的血鱼兰花 竟然一出也没找到 难道真要去找那小子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怎么是他 他也是横月宗的人 快溜 你 右方 前辈 那啥 我那天真的是 你是横月的弟子 他不记得我了 问你话呢 你是横月宗的弟子 是是是 我这儿有身份令牌 忘记令牌丢了 而且大概率 被这个女祖宗捡到了 令牌忘了带 但我千真万确是横月弟子 那你见到我跑什么 会有那么吓人吗 他 他好像真的忘了 你太漂亮了 我以为是山里的精怪灵魅 我害怕 你这小嘴倒是会说话 对了 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没有 没有 你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是一道好伤 就差点让我心神失手 别发愣了 速速离开这里 可以走了 那你忙 我就不打扰啊 你 我有这么吓人 姐姐 情况怎么样 姐姐周深好像有股很熟悉的气息 估计长教师兄他们正在围解 这次的暴动比往常大态度 还不知道姐姐能不能困住她 那我们快去帮忙 看现在这个情况 走土之事必须要加快 真没追过来 又逃过一劫了 这里就是那小子说的灵草原吧 恒月宗种植灵草的地方 我到小殿 你一定会来找小野我嘞 雪月兰花在什么地方 哎 那小殿天地想没点别吃的乌残伞 我可是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 这真没问题 不用担心 看搜灵草原里脏了 你会告诉我老九儿 他半个月前就出门云草去了 谢谢了 有人 你都放心嘛 加工回来了喽 哎呦 快走快走快走 这坑爹的 去哪儿啊 哎呦 老九儿 你回来了喽 你带着朋友把我灵草原干什么 老老九儿 我是来找你了 我爹他想再娶个媳妇 我拦不到他 真的 真的 我老妈现在都要哭死了 嗯 什么 小妹哭了 嗯 敢让小妹哭 熊大孩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呃 这 这也行 人都干了 走路 嗯 其他药材也准备齐了 嘿嘿 高起来 看看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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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叔 終於搞定了 鑽大發了我 你在蒸火還等於給你呀 難道我們鎖好了 連一半被摸了喲 有這麼多 夠我升級了 零七第三奏 零七更加強勁了 趁這打鐵 你寶貝都拜託你了喲 這是邪念 對頭 上一任主人留下來的 都是有這個東西在 我沒辦法讓狼牙幫認主 生前的邪念 竟然能殘存在兵器上 這狼牙幫原來的主人 到底是有多強啊 你確定蒸火能將它煉化 能能能 但凡邪念都是自營自物 最怕自營自物 蒸火乃天地而生 絕對是自營自物的一種 必定能夠煉化 那我便試試吧 不錯不錯不錯 秀 你秀子真不錯 秀也我叫熊兒 你叫什麼名字來 夜塵 你都是拉過大白著弄的夜塵哪 秀也我更欣賞你了 你 松手 話說 你這名字 該不會還有個哥哥叫熊大 嗯 你也找個小弟弟了 我在家派上老人 就叫了熊兒 所以 你還有個弟弟 叫熊三 看你讓我沒的弟弟 唉 其他師兄弟都去做任務了 我們卻還要在這裏守門 好無聊啊 要是能討得師父喜歡 就可以不用做這種任務了 只可惜這樣的機會並不多 我 唉 站住 幹什麼呢 我找夜塵大哥哥 回去回去 這可是橫月宗 為人不得進入 我記得你叫虎娃是吧 我知道你大哥哥在哪兒 我帶你去 謝謝大哥哥 你的哥哥夜塵啊 就在裏面 你自己進去吧 我就不打擾了 嗯 夜塵去了禁地 那個得罪了你們帝陽鋒的夜塵 你們帝陽鋒的恩怨 可別牽扯到戒律堂 尹師兄 話可不能這麼說 所有違背門歸的弟子 都歸戒律堂管 更別說夜塵這種 唯恐天下不亂的暴亂分子 尹師兄更應當嚴加管制 你說的有道理 這種不法分子 應當嚴懲 來 愛讓你不濟 你隨行我 給你 你聽到嗎 回到家裡 沒有 你不太不知 你不到家裡 你不讓我問你 你不在行嗎 你不不如去 你在哪里呀 大哥哥 大哥 大哥哥 你在哪里呀 大哥哥 火 果然来了 现在就等影志远 带着戒律堂的人来抓个现行了 火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你 冲上 大哥哥 火啊 对不起 大哥哥来晚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哥哥现在就带你回去 火啊 你为什么会来禁地里面 禁地 可是有个大鬼哥告诉我 这是你修炼的地方 叶师弟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竟然闯进了禁地 这可是违反门规的 就是那个大哥哥 你先回去小陵园 哥哥有点事 好 叶晨是吧 我是戒律堂的尹志源 接到通报 你擅闯禁地违反门规 案例需要罚三十火鞭 这就跟我去一趟戒律堂吧 竟然卑鄙到 对一个小孩子出手 你想干什么 从门内禁止斗殴打 你是想要两罪并犯 数罪并罚吗 叶晨 我劝你乖乖就擒 否则别怪我武力执行 他 真的可不是我 叶晨 也真当我没办法准备 你 太多了 越南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晨 你找死 好了 罪我认了 你带我走吧 怎么 犯人都认罪了 尹师兄还想动手 难不成尹师兄也想违背门规 给我带走 受罚了 受罚了 叶晨 你擅闯禁地殴打同门 两罪并罚 按照戒律 受刑一百零八 破编 什么 火编 冰苦行莫说明气节 就连人远镜也还能扛过二十年 这还是一百遍 这戒律堂 莫不是想为了这个实习弟子不得 活该 这就是和帝阳风作对的下场 别废话了 尽管来 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很好 够硬些 我能走 我都可以告诉你 这都是和帝阳风的 我能走 要走 我都可以在这边 我都可以在这边 我都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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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阻碍 以为我都不阻碍 你也不阻碍 boat 大哥哥被坏人抓走了 就在这里面 小勇 大哥哥 这 这是第几遍了 这是第一百遍了 我这儿小勇 现在不同的角落的一百遍 可恶 小勇 大哥哥 小勇 站住 前辈 你怎么来了 我没事 你快带虎娃离开 已失智 我求求你 饶了他吧 家有家法 能有能归 可不是你说饶过他 就能饶过他的 我求求你 你就饶了他吧 你 剩下的鞭子 我来替他收 前辈 不要给他下跪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你了 老东西 等着我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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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是缘 我要和你不死不休 那就要看你还有没有那个命在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怎么会 最后几遍的威力 比前面一百遍的威力都强 他不可能扛得住的 一言之缘 记住我说的 我和你不死不休 他扛下来了 爷爷 孩子 对不起 前辈 我没事 大哥哥 孩子 我们回家 慢点 大哥哥 可恶 可恶 竟让我如此丢脸 吃水 没想到蛮黄炼蹄 还有这都奥妙 不但能增强肉体 帮我扛出鞭子 还能在疗伤过程中修炼 大哥哥 你醒了 对不起 大哥哥 我太笨了 信了坏人 害你受伤 虎儿 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责怪自己 可要是我能更强一点 更聪明一点 就不会让大哥哥受伤了 虎儿 你想要修炼吗 我 是 孩子 你醒了 前辈 这才刚一夜 你 你的伤 都好了 抹皮仓肉后的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好 来 把这个收好 前辈 这是天灵咒 前辈 这礼物太贵重了 数碗碑不能收 哎 这天灵咒啊 需要根基才能催动 我要它已经无用了 大哥哥 你就收下吧 多谢前辈 馈赠 多谢你们 我一定会让它们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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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哎 我听说 有灵草的地方就有妖兽 少吓唬我们 这是后山又不是禁地 还是小心点为好 喂 这三个天洋风的 这一块岭草地是我地洋风的 师兄 我们只是 还不滚 找死吗 你们去这边 你去那边 多踩点 是 仗势欺人的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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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你有没有听过 师兄 你怎么了 我的傻瓜带 玉灵液 灵石都没了 谁 谁干的 回师尊 不知道 我们出去的时候 众师兄就已经遇袭了 可有其他线索 藏尸弟子就听到有动静 然后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莫非是进了强盗 怎么可能啊 谁这么大胆子 敢挑衅我地洋风 啊 师尊 会不会又是夜晨那个刺头 敢这样明目张胆的 就只有 你脑袋被敲傻了 啊 挨了一百度火鞭 他不死已经是万幸了 那 会不会是天阳风 和仁阳风的人 给我查 严芳两风 无论是谁 地阳风定让他补出惨痛的代价 你脑袋 师弟 这次可真麻烦你了 师弟天资聪慧 年纪轻轻就已经被师叔说为真传 哪像我们两个不中用的 哪里话 师兄们平时待我不薄 师兄有难 做师弟的 岂有不帮助理 师弟 怎么了 有人 谁 你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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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谁 聂处 师父 我是当心 熊儿 兄弟 怎死你啊 你这 烈尸小技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先走吧 刘队 等等 好兄弟 明天见 刘队 二十 弃恶不愁 玉髓燕 这可比玉灵燕精神数倍不值 好 想不到你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这好宝贝 谁干的 来 师父 全是被遁气 敲击头部 嗯 我们连人都没看见去 混账 师父 前天 帝阳风的弟子也遭此等毒手 会不会是 秦阳老弟 师父 会不会是天阳风 天阳风 天阳风 明天都臭家伙 给我撬回去 是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呀 快站住 来 来 来 三大主风 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打起来了 三封积怨已久 就算没有这次闷棍事件 开战也是迟早的事情 敲闷棍 谁想出来的搜主意啊 啊 电器符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天阳虽然弄得顺手 但迫于重要 会极大的拖慢速力 手中若是有一把灵力的兵器 在必要时刻换掉天阳 速度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正好这次搜刮到不少灵器 是时候给自己 练造一把趁手的兵器了 那 啊 啊 兵器计法我也残了 开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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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从此 你就叫赤香 天主 一切准备妥当 只是老朽 仍需祸独月娇协助 祸独月娇 给你二人将功赎罪的机关 从现在起 一切行动听从黑楼传 不得有误 是 大哥哥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大哥哥 我想当休士 我要变强 我要保护爷爷 还有小鹰 我不想他们再受到伤害 火王 休闲之路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知道 可我一定要变强 什么苦我都能吃 好吧 我来帮你打通经脉 这期间可能会有些疼 嗯 我不怕 再坚持一下 好 这孩子里漫漫乱 那 丹田虚薄 如果不是这真祸 谢谢 大哥哥 灵气 孩子 你 土娃体内的经脉 已经被我打通 爷爷 爷爷 我终于能修炼了 爷爷 等我变强 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咱们了 你能修炼了就好 小油 谢谢你 前辈言重了 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修行这事 还是跟随宗门比较稳妥 我想将虎娃带上横月宗 您看是否可行 可行 可行 孩子要听你大哥哥的话 去了横月宗好好修炼 嗯 这不是越沉了 怎么把回事啊带上来了 我的天哪 一百多火鞭这就好了 就是啊 谢过长老肯守虎娃为特 举手之劳 只是虎娃和你一样 只能做外门弟子 谢谢长老 只要能在这里修炼 怎么都行 前辈 讨扰了 小有留步 若实习欺满 你可愿做我轻易的弟子 啊 谢长老赏识 实习期满 我会考虑的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大哥哥 我现在算是 横月宗的弟子了 是吗 太好了 你 你谁啊 竟然到门少爷的路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滚开 我看你是招打 虎娃 虎娃已经道歉 为何还要如此无礼 怎么着 想打架 走 带你去选营气 你给我等着 下次碰到你 有你好看 我看你 你会干嘛 我看你 有 来 你 好 就 大哥哥 我鞋好了 乌铁棍 虎娃 棍法难练 要不你再换一个 不用不用 我很喜欢这乌铁棍 长老 您这可有棍树悬法 棍树偏门兵器 我这儿没有 兄弟 我有个办法 来来来 来嘛 来嘛 我们够去荷业寺 荷业寺 那是什么地方 游民荷丝挺学没想想 用来交换修连武匹 无资的地方 最近我听说排卖会在剧里 三中一点以果炉冷冷冷一死 结回剧游民荷丝 去哪个地方走 可能由你想咬的东西 此话当真 这事咱俩可以合计合计 只是 我手里可不太富裕 幽龙 我跟你锁 疯了 真的是疯了 叶臣不怕死啊 挑战卫阳可不比赵龙张开 他可是忠师伯最得益的亲戚 你们看看这些周围几斤几俩 是 这下等他出丑吧 叶臣真以为自己庞下火殿 就能打败魏阳了 吃人说嘛 下足了下足了喲 左手也准 一配四 右手魏阳 四配一 鸭手引锁 鸭手引锁 鸭多引多了喲 我赢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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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要不要赢 不要我分盘都喲 既然赌了 当然是押全部的身家 原来是为了这 全部身家 押我自己赢 口速过过 你有好多损算 十丑 他的口气 叶臣真的闹手坏掉了 笑死我 十丑 一路 终于定口 贵阳竟然落了下坡 你懂个屁 贵阳先前因为打飞天鹊 还未来得及全速调动真气 以至于蓄力不够 这才输了半招 还没珍惜 知道的还不少 真是高估点 怎么可能 洛杨竟然被打得紧急败退 一城不坏一个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霸道的战力 他不明明的是妖术 妖术 对 正是妖术 叶辰 你用妖术当真可耻 我永远正在宁门正派 如不得修妖法之人 你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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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灵物 滚下来 天灵昼 怎么办 灵律被封住了 封龙 封龙 叶辰要输了 封了天灵昼 封死了 真是愚蠢 怎么回事 天灵昼 完了 我养也中天灵昼了 混蛋 你漂亮 天灵昼 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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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术 绝对是妖术 他没有真气 大家起上 我们引他警子第三方加入 你们妙死梦归 打死他 看你们哪个还跟桑泰 兄弟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准备好了吗 一切为了电阻 不过休闲这时 还是跟随宗门比较共同 我看你是招打 给我等着 这边是幽冥黑市 等着我们的外面弟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霸道的战力 这便是幽冥黑市 刀死 我们进去 怎么回事 休闻被压制到宁七一重了 不必打击小怪 幽冥黑市排卖会期间禁止私杀 每个进了嘴里的人 修为都会被压制到宁七一处 天族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到底是什么人设置的 渽冥黑市 背后实力 天旋门 天旋门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大蜀还有这样一股势力 听我老角说 在山中检牌之前 天旋门都已经在这楼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 但门中成员 却果果神秘又强大 听说他们的门座 是一尊天际锦修饰我 天际修饰 三大宗门 以及更为强大的施血殿都没有 这天旋门竟然有 好 有刘 Joh missing 您 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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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這次可以找到 能去除此中之物 天玄門就如同這片徒弟的小子 無論是門牌 也或者是熟練死家 都不敢挑釁他們的威嚴 來來來 找一瞧看一看 盛起零業大甩賣 拍賣會明天才開始 我們今天晚上 可以好好逛一逛咯 對咯 你 你幹什麼 叨叨叨叨 變態啊 哎呀 這是魚種萬火變身萬 傷心死掉完念頭 不用了 我有其他方法 哦 有拉刀 阿彌陀佛 好貨上心 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等三年 要有 要零器不 要嗎 便宜點吧 不要不要 這可都是上等貨色 不能再便宜了 哦 哎 你可別小看這裡的地攤貪主 他們大多都是一輪過的 說不定哪一個就是一派的長老 或者熟練世家的強者 那不是有很多平時看不到的寶貝呢 哎 看到沒有 那個河山好近啊 哦 是不是禪一門的修士啊 是我喜歡的類型 小僧這鄉有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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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說 您看看 有沒有什麼橋子上的寶貝 本座贈送於您 您說 被人出來 請您說 您真的愛過我嗎 這就是正陽宗的玄靈之體 好 呂師指 上次未能阻止固體靈要回到正陽宗 讓正陽宗平添一大助力 不過 我們換個角度想 這助力可以是正陽宗的 也可以是青雲宗的 師叔 您那意思是 這玄靈之體可是一位女子 而女子一旦動情 便會失去理智 算了 昨日重重 已是過眼雲焰 就這樣吧 非我丹田之人 你不能衝動 不能衝動 西師妹 真巧啊 能在這兒遇見 在下青雲宗吕智 師妹似乎對這幽冥黑市不甚熟悉 青雲宗 吕智 不如由在下帶著師妹游覽一番 不用了 寧霜師妹不必推辭 可是正陽青雲二宗三千年前乃是一家 什麼時候青雲宗也敢和正陽宗成一家了 部長老在小輩面前可真是好大的威風 請您的 別以為本座不知道你青雲宗在打什麼主意 這良秦都度責目而欺 老身只是不想一塊良財在正陽宗埋摩 本座倒要瞧瞧 你青雲宗 扔得下多大的財 哼 這麼多年了 你的正陽掌還是沒有一點掌勁 兩個都不是好東西 狗要狗 打得越殘越好 那也是 兩位是想要違背 我天泉門定下的 幽冥黑史規則嗎 原來是子儀長老 不敢 不敢 子儀長老說笑了 我們就是鬧著玩玩的 這就離開 那我們也告辭了 看無常清衡的姓林的 對他的態度 他不會就是熊二說的 天玄門的人吧 算了 先去找熊二 這個氣息是 真火 天玄門所主持的拍賣 果然非同凡翔 已經來了這麼多人了 這才剛開始啊 好 請回請回請回 請回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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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回 請請回 好 各位遠道而來的道友 感謝前來幽冥黑市 時辰已到 歡迎各位入會 請請請請 走 進去了 來 真是震撼啊 是啊 真是大手 快升есте 給你了 來 一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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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請請走 好 是他 跟你異次天玄門的人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 好强的位阳 虽然胸围都被压制了 但是这个老者给人的感觉 如同巨山压顶一般 郑阳宗 青云宗 那不是郑阳宗的 如常青那老东西 竟敢把他带出来 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估计暗中有人 你看 嗜血殿了 这下热闹了 原来他们是嗜血殿的人 大褚殿三宗 嗜血殿雄霸被处 乃是祸身价实的巨拨 怪不得 敢对横阅宗空明镜的长老出手 可恶 想必这里的规则 诸位应该都知道了 老朽便不再多言了 那么我宣布 拍卖开始 天玄门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大褚还有这样一故事 秦霜 吕痴 秦琳的 别以为本座不知道 你青云宗在打什么主意 看我成亲和那姓琳的 对他的态度 他不会就是熊二说的 天玄门的人吧 真我过 好强的异样 如同巨山鸭顶一般 今天的第一剑拍卖品是 紫阳剑 剑刃能破真阳镜肉身防御 任何属性皆是有 抵价五万零食 价高者得知 我出五万一千 五万三千 六万 六万 这也太贵了吧 七万 没听说过开门唬 七万五 第一剑拍卖品 如果我也进了他 后面还要 八万五 便宜的 八万五 六万 八万五 何弥陀佛 十万 郑阳宗要了 郑阳宗名后的叫出来了 谁敢和他争啊 若无人加价 这紫阳剑便是郑阳宗的了 下一剑 智阳铜炉 六万 七万 九万 十五万 我郑阳宗也要了 七彩玲珑塔 十二万 这个也归郑阳宗 我照着郑阳宗那么高压人 还让不让人活呀 有背景了不起 还是没有能吃 好了 接下来的拍品是 玄铁鞭 低价一万 开拍 这啥呀 能吃一万零食 好笑 趁火有反应 海上的是宝贝 两万 我要了 又来 我出两万二 什么 这小玩儿谁呀 我跟九行都见了 这不太真的 那是什么信水的 这人倒是有点意思 年轻人 有冲劲是好吃 这样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长老 我就是想参与竞拍儿 有什么问题吗 哼 想笑了 小爷可不吃你这个 很好 好 好久没遇到如此有意思的后辈了 那本座就陪你玩玩了 三万零食 三万一 五万 五万一 十万 十万 竟然叫到十万 二十万 这谁想弄我呀 二十万 好大的魄力呀 这人 怎么感觉有点爽心 你 你小子疯了吧 小子 才区区二十万 正阳宗还不在乎 我出三十万 兄弟 你没事吧 浪费本座时间 这小话不敢干了吧 给江苏 还有人继续加价吗 小友可真想要这本玄铁链 是他 道夫可以助小友一臂之力 当然 作为交换 希望小友能帮我一个忙 敢问前辈 这忙是 老夫暂时不能告知 这老人罢成是铁玄门 铁玄门那么强大神 他没有必要靠我 况且 还能狠狠打乎常青的理 这教义 好 成交 那小友尽管叫家 无论何家 也由老夫来出 无人继续加价 这玄铁鞭鞭鞭鞭鞭 一百万 小子 你 胡长老 这得是幽冥黑市 再斗一次杀鸡 休怪老兄不客气 这小子谁啊 对啊 正阳宗都干什么 我看哪 大人在临头了 一百万多 胡长青都敢 敢挑衅我 长老 这下麻烦大了 可不是吧 我两百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 萧小大动干戈 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 好 既然无人加价 这玄铁鞭 便归这位小友所有 接下来的是 尼彩一 尼小子 哪里来得这么多钱 你该不会是拍了 不打算付款 十万 二十万 放心 我自有办 尼彩一 便归这位侠使所有 上午的拍卖到此结束 下午继续 是 拍到物品的人 带上零食 买后堂零去 我出去一下 即刻便回 这人 我肯定在哪里见我 叶辰 多谢前辈相助 晚辈夜晨 不胜感激 不过劣尽绵薄之力 笑有客气了 前辈现在可以说 让我帮的忙是什么了吧 嗯 这是什么 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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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起乌州 一旦肿着了 我不能及时 遏制或清除 必定会遭受 乌州 视身而亡 你说得没错 目前 只有你体内的真火 能够帮我 可乌州 乃是传说中的 巫族人施展的 我的真火 普通的真火 自然不行 但你的真火 不是一般的真火 他现在 只是没有觉醒而已 没觉醒 来吧 小有只需要练化 其中一个咒纹即可 乌州 由咒纹缓缓相扣 一道咒纹被练化 我便有办法破开乌州 明白 好惊人的能量 这就是前辈的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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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有小心 切不可被我的污州浸染 前辈 我注入部分能量给你 你只需安心用真火 克服着宇宙便可 是 你不够 你不够 去手 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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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爱 其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啊 多谢小友相助 前辈客气了 嗯 时间尚早 小友不妨留下 与我共饮几杯 哦 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下午还有拍卖会 叶臣先告辞了 嗯 请便 想跟爷爷抢东西 还有陆王之云呢 小王 下手别太绝 快走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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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四万 五万 赞刚棍法 五万成交 终于拍到虎王的棍法了 不过 下一件宝物是 游鸣番 十万能吃 二十万 无偿经纪人没来找我麻烦 我向他的做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还有人加价吗 七十万 还有加价吗 八十万 好 八十万成交 是我的错觉吗 下午来参加拍卖的 似乎比上午更 气氛也是一场火热 快把我 小贵的东西 贵有押后出场 是 来 急事件 而且据说内稿 可以助转天际 突破到天际际的 南洋鬼压就出场 你是说天际的 哎呀小声点 这反应 看来是真的 毕竟各党势力的 转天际老祖 都想借着这天际的 毕竟突破了天际际 而有些老祖寿源将近 更是势在必当 这么说 不管谁拍到天际的 都将成为宫底 哎 除了游民黑市 一片行风血雨 下一件排卖品 天平 回来了 而是 累了 时d 心想得多说 moinsd 啊 我 我 我 神 天际丹 合住准天际 复活到天际界 抵价五百万灵石 价值相当的宝物一可 每次加价 复得少于十万灵石的价值物 好了 现在几拍 我出两万二 老子 你 目前只有你体能的灯火能够帮我 神火 灯火 下一件拍卖品 天际丹 我出三百万 怎么这么高啊 这个是宝物啊 我出四百万 五百万灵石 价值五百五十万的高坚秘术 仓穹剑价值六百万 七百万 八百万 九百万 一条低级灵脉 是恒月宗 是啊 一条低级灵脉 至少可以开采出一千万的灵石吧 洪玉宗好大的手笔啊 怎么这祖宗也来了 中级灵脉 外加世上唯一一位五品灵草 玄灵芝 上品终极灵脉 以及上古秘术 逍遥斩 几品终极灵脉 和绝世炉顶修饰三名 我说都舍得出事 不会是噬血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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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拿 走 真的很眼熟 你 你这个疯狱 是那个混蛋 秦英师兄 这里交给你了 庄儿 正阳总经叫一个无名小卒 他就把东西抢了去 可不能传出去 被人笑话 是 分堂行动 门口不得了 什么情况 可恶的小 小贼 是正阳宗那个玄灵之体 是吴长青那个小气鬼之令来报复他吗 这小子要杀要寡 由我说了算 正阳宗休想横插一脚 姑娘 这人是我的 想动他 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这薇压 我是什么人 不愧是玄灵之体 竟然在我的威压下撑住 他们是猎人 前辈误会了 我只是前来 混蛋 被你小子给跑了 有人 累死我了 走 此地不宜久留 感受到了吗 赶紧走 绝不能卷进去 一条高级灵脉 天哪 高级灵脉 那不是可做一个宗门 延续几百年了 可还有人家家 这除了一殿三宗和某些世家 谁还出得起 是啊 是不是 这哪是你的两三的呀 高级灵脉 两条 两条 高级灵脉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人是谁啊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口气 不是灵远三宗 就是世家老虎 可还有人家家 秦毅师兄 现在情况怎么样 哎 恒月宗的预算 相差太多了 哼 有钱买 可未必有命拿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人继续加价了 如此 这天计丹 便归这位道友所有 我宣布 本次幽冥黑市排卖会 正式结束 爺爺 能够快都结束了 哼 女子全域幸福 好好利用 加速炮 楚师妹 你还是又开始躁动了 掌门师兄吩咐我们 速速返回恒月宗 哼 算你明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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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救出天机丹 快点 救出天机丹 救出天机丹 天机丹是我的 滚开 天机丹是我的 走 千万不要放走他 一圈漂亮小丑 他跑了 快追上去 走 天机丹 步步 滚开 天机丹归我们失去电了 舌势 躬 是血电要电压 凭本事 谁抢的就是谁的 烧死 一人也想对付我 小娃别太撑我 天际胆是我们的 就凭你们 好小刀去烂炉 这儿 定然是准天性的修士在教授 幸好我们走得早 军公公 把个炮弹我们就被烂炉 放开炮 好刀已被烂炉 放开炮 好刀已被烂炉 好刀已被烂炉 我会这么倒霉吧 下一个是谁 此人太过厉害了 嫌疑起夺下天际丹 我同意 我们先拿下 干什么 是月电的小娃 别着急呀 回 ob 高级灵脉 两条 有钱买 可未必有命拿 转天井 是血殿的小娃 别着急呀 光泉南极四手 交出天际丹 老尔一命 生命将至的匹复 休有猖狂 陈神仙打架 还是趁他们现在没空注意我这个小虾呢 赶紧留走 先保证手上这半枚天际弹的安全 请保证手上 请保证手上 陈队长 天影剑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杀了他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杀了他 你还得及时 不忍习 你 没了 我还能坚持多久 能坚持多久 尸丰 神仙 我 Tori 尸丰 这几单是我的啦 小猫 就给你们 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 你非怕我 眼睛毕竟只有一枚 上 天际丹在哪儿 天井自爆 有的东西 谁也不能拿走 蓝黄链铁 你追火 走 你把他 快回去 还好有蓝黄链铁和这种问题 不然今天就差别交代在这里了 还是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还是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老祖们的尸体都炸到这里来了 大主规则 修饰死了 他的东西便是无主的 各位老祖 得罪了 这么大爆炸还没飞 材质不错 可以拿回去 给赤销升升级 我不议管那小喽喽 快找 好 感谢那些抢夺天际丹的人 不然 我们怎么会遇到 落丹的玄灵之体呢 不管是取了人头去交投名状 还是抓了当人质 这次我们都赚大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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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挣扎了 就算是玄灵之体又怎样 你才入真阳 境界未稳 而我们三个是真阳境巅峰 你输定了 你输定了 这 这 这才是玄灵之体的真正实力吗 这 这 这才是玄灵之体的真正实力吗 我不要过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坐 凝霜师妹 没有必要让这些人 脏了你的手 师妹 等一下 抱歉 凝霜师妹 我只是情难自禁 那日见了你之后 三 二 一 你做了什么 我 哥哥不喜欢女人拒绝我 就算是玄灵之体 也一样 我跑不掉了 他 请您说 他怎么到这儿来了 宁霜妹妹 你这是何苦呢 吕智 宝贝 若非你暗算 哥哥离爱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暗算 来 让哥哥检查一下伤势如何 银嘴 闭嘴 看你还能撑到何时 妈 技术 技术 这可是要消耗寿元为代价的 花雪冰脸 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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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剑术 剑术 以上 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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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不及了 这丝居居然突破到了真阳镜巅峰 好妹妹 这下可由不得你 是他 他已经是强弩之木了 杀了他 主上要的东西 谁也不能拿走 凝霜妹妹 你这是何苦啊 是他 是他 您气贱 你 小子 多管闲事 没有好下者 那你就试试 我倒要看看您气贱 有何能耐 只要看您呢 很多人感觉 啊 那 啊 哪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雷赏 他是杭月宗的人 天雷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雷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雷赏 灭了你 你的真火就归我了 居然还有真火 那就要看你 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居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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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看看我是誰 什麼 不可能 我分明廢了你 下輩子 莫要惹不該惹的人 你 我要 殺了你 還有氣息 你幹什麼 我看你臉上有傷 不必了 下輩子 莫要惹不該惹的人 金凌霜 謝少侠救命之恩 來人定當爆打 我不需要你報恩 你只需對今日之事守口無憑 知道了嗎 就此別過 李奇 李奇 這次一次 日後絕不會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好 你是侯月宗的弟子 对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谢谢你的好意 不用拖 敢问安人尊姓大名 权役 你 你要去哪儿 你有事吗 两个月后的三宗大饼 我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尘业 叶辰 叶辰 叶辰辰辰 你是真的 之人 见死吗 对 叶辰辰辰 槍 难道是 你是废物 叶晨也是废物 你闭嘴 这虎娃怎么还不认输 再打下去 怕不是得给虎娃废了 残骸同门可是死罪 就算废了虎娃 上头的 也不敢拿齐家怎么样 只要你跪在我面前 磕上三个小头 再说声 叶晨是废物 我就饶了你 各位师哥师姐在场作证 娃太可怜了 我已经让他打了 是虎娃自己不答应 可怪不得我了 你 你好 是天剑 叶晨来了 五王 叶师弟 不过小孩子切磋而已 动那么大怒干什么 那你可知 残害同门可是死罪 残害同门 叶师弟严重了 不过是阿云学艺不精 没掌握好分寸而已 齐师兄 你方才说了切磋 是吧 师弟我有几招不太熟练 正想向师兄讨教一下 不知师兄意下如何呀 妙哉 灭了你 你的真火就归我了 哪人要看着你 你有那个本性 我要杀了你 啊 啊 谢臣 你该不会以为 你打败了赵龙 卫阳 就可以在外门横着走了吗 这是交易 一换一的交易 叶师兄什么意思 这都听不懂 他怎么在去滑海打的呀 你倒是失去 小云 小云 我 对不起 大哥哥 他们骂你 我就 你说话了 好 啊 颜聪 我才回来都听到 拜托你照顾一下火 交给我了 好 对了 既然是风云台对局 师兄若输了呢 就凭你 就凭你 要你真能做的 听后发露 一言为定 叶臣是不是又变成了 到底还是七号更容易 毕竟七号 是实打实的人员进了 呢 呃 吴辰正面对控齐号 齐号就如下了 一个人谨提起来 一个人也能盡 叫 蛮蓝破 他真的只有你赢气惊吗 来 七号看起来厉害 没想到连一个宁器竟都打不过 还是难将擒 就是了 就是 叶辰 今日必死 是天雷赏 天雷赏 可是死罪了 知道啥呀 他十分是任阳凭手术 他自己更是南疆七家的公子 就算是宗门怪罪瞎堆 你得看他失去了 会贴贴的面子呀 真的啊 迅狼几手啊 迅速 是我赢了 笑 有了 坤叔子 明狗党 哪 那夜晨硬刚天雷咒 不仅没死还能站起来 是 这不可能 多亏了那次暴战的冲击 让王皇殿体 又上圣王的等级 先攻击 看 桥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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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你 你怎么敢伤我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南疆棋将军 那又怎样 接入黄月 当时你归 你在风云台上都有天雷咒 此乃死罪 谁会怪我傻的一个死罪之人 哥哥 你 你敢 什么啦 我们走 哥哥 哥哥 你没事吧 发生什么事了 是 救救哥 都是那个燕尘 是 是 师兄 难得有雅兴出来赏月呀 这满月倒是美 可是就风生不止 还有一两只蚊子 搞得你我二人烦躁不安 这倒是扫了师兄亚县 门虫过早 何不拍宗 戏图安静 师弟可有了解 真传弟子闭关已久 何不让他们出来活动活动经过 是 天岗毕业势 天岗毕业势 天岗过防又不麻烦 伤势也恢复了 对了 也该看看幽冥黑市这一趟 得了些什么宝贝 哦 这吕之的家当还真不少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宝贝 没什么特别的呀 没什么特别的呀 之前这葫芦吞过魏阳的硅脚 得了一部素颖牵挂 说不定也可以把这顶吞了 这又是什么好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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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剑提升到了八丑 果然是好东西 就是太少了些 还有些什么 天际丹 我真的没有探架 是吗 天际丹 这次可真的赚大了 你说你很强 打败了齐浩师弟 我跟阳风唐朝 最喜欢打架了 凤云台等你 凤云台 你知道后果 凤云台等你 这是交易 一换一的交易 你倒是识趣 要你真能做的 天后滑了 天后滑了 叶辰 今日别死 失误了 你在方云台上 动用天雷咒 你死罪 你真能在哪里 你强眼 你均匀 你还不敢说 那不是唐师兄吗 叶晨他竟然真的敢应唐朝的战术啊 走 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人远镜 东边的是几样同尊串 西边的是蓝阳同尊串 我老过的都是能念牙齐好的痕住 都是生命空 修为却一个比个空 那些底子 都是梁峰最霸击的那一匹 想起来都是平安 总被在外面打病 跟指甲师们长得人的 还要得多快来走 每帮这白面里都是要冒汗人 走 叶晨 你想跑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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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 还是没有力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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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走 叶尘是不是比和齐后对战更强了 我们三日竟然从宁气末处停止到了八处 这战法 你仅仅是基本的近身搏杀手 既出一首圣灵的 生法圣灵 难怪是战了人 唐朝竟然败了 什么可能啊 是 在下帝阳风第三真传帝子局 看 别想来讲这叶十弟试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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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挺 discharged 吗 你是 好 我 你 光 不 evol 啊 海 话说 师兄们就不怕 刀戒长老的责罚吗 刀戒长老 今天根本就不在殿 那夜晨死定了 刀戒 不许 早上用个打下去 你觉得此招会弯杆 bli 输了 该说得非言 大人独奋 天雷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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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敢动用天雷诏 儿童竟可轮番战王 我又如何不敢用这杀诏 好伶俐的一张紫 可惜 这咒也不过是给我挠痒痒 点青霜 风云对决生死无论 叶师弟 走好了 要死在这里了吧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死了 我要杀了你们 你还没有杀了 你还没有阻挤 我也没有杀了 你画你 我的拿 我 有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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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今天这风云台还挺热的 弟子见过徐山了 这气息是 师祖 不走到那九屋地楼 月翠 月翠 气息消失了 是错觉 长老 您此来是 残害同门 蓄意伤人 是何罪鬼 背出来我听听 这徐府怎么来了 哑巴啦 都给我滚去戒律堂请罪 是 叶春是不是平和其后地战更强 哪里走 你风云必决 全凭自愿 今日我不想再打了 别太过分 白胆皆可轮番战亡 我又如何不敢用这杀招 今天这风云台还挺热的 来 红小子 尼瓦终于心落 我这是在哪儿 我们在徐府藏道地里面当过 九 醒了 中路后 夜臣谢长老救命之恩 不用谢我 我也不是白救你的 我把你有增活的事情说落 长老与我有救命之恩 若要真火随时拿去便是 好爽快的小友 不过那要看我能不能降服他了 把你的真火亮出来给我瞧瞧 以我修道多年的阅历 还从未见过金色的真火 三龙 没等死谁 三龙 你们一定死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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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火竟然有灵智 明白了 这真火还得你自己留着 不过 倒也不能白帮你 但听长老差剑 嗯 帮我炼丹 地火 这应该就是之前熊二说过的 灵灯阁唯一的一道熊火 如此鲜术的约用地火 不愧是长王 这炼丹与习武 武无异都非一朝一夕 初入门时习武须看根骨 炼丹则要测灵魂力 灵魂力 那我的是什么截 你先把手贴在我这宝炉上 测一测别日 灵魂力分为五个等级 由地到高分别是人 灵 权 地 天 你 主你 竟然是灵魂造成 灵魂力 ACT 统 刺裂 男的 还愣着干嘛 开始炼丹了 好了 就这些了 这是回旋丹的丹方和炼制步骤 你研读后自行练习吧 不许偷懒啊 回旋丹 硬闻丹药 等级越高 丹闻越多 不许偷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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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偷懒 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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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旋丹 这就练出来了 你小子可以啊 谢长老夸奖 当年我整整耗费了九十三分灵草 才练出第一枚回旋丹 夜城仅用了四十分 我这丹练得可还行啊 只是勉强过关 你看你这回旋丹的丹纹 断断续续 杂鸟不堪 品质也太过拙劣 还需时日加以磨练才是 明白 看来还得多练习练习 这是你练制的第一枚丹药 自己吃了吧 这可比灵业强多了 把丹炉里的灰擦干净 今日就可休息了 还要打扫丹炉 走的时候记得锁门 这小子有点意思 这小子有点意思 什么大风把师妹给吹来了 我去 这灯炉也太脏了嘛 该不会从来没打扫过吧 嗯 嗯 小心 啊 这是什么地方 丹炉的神秘符文空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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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禀告学长了 掌门师兄不是催着我收徒吗 听说你这里有个人 只是您器敬 却凭一人之力单挑两封真传 你是说夜沉 他怎么样 修为虽不高 但悟兴上家 勤奋好学 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要不是我已经有了 齐悦这个宝贝徒儿 真享受了他 如此甚好 不过还得我亲自考察一份 对了 师兄 你可听说当日在幽冥黑市中 参与抢天际丹的人 最近似乎都出事了 不妙 莫不是有人来追查 天际丹的下落了 呃 居然有这的事情 居然有这的事情 呃 这里 是他 好 徐长老 我当罗徽还没猜完呢 我先走了 上次见我这奇奇怪怪的 这次又这样 凌儿从幽冥黑社回来 就去闭关了 但闭关前 给了我一枚外门弟子的 身份令牌 让我帮忙找一个人 那不是 站住 敢问这位前辈有何吩咐 你就是叶臣 想不想做我的徒弟 不用谢我 我也不是白救你 帮我炼丹 是 原来这副位 竟是圣古灭的 抗云长 啊 什么 内门长老要收你为亲传弟子 这么难得的机会 赶快跪下拜师 可我 那就这样定了 等你通过外门大笔 便收你为徒 简直是强买强卖 也不知他是真想教我 还是借此报复 算了算了 现在还是以炼当没中 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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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掩饰了一遍 才有五十份 这二文明混蛋竟然要长呢 这小子是毋庸置疑的天才 宣儿师妹收他为徒 可是转道啊 虎丹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真是误会 我刚才在抓这东西 抱歉 这位道友 是我误会 怎么回事 月儿 师傅 他就是徐长老那宝贝徒弟 盼物真扬 看来此次闭关颇有收获 你站着干嘛 赶紧趁热把你炼制的丹药服下 对你进阶大有益处 这品香不锁的二文丹药 就是他亲手廉制的 他躺着 他会注意 套紧趁热把你得救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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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那就要 hacia 出发 процесс 末 我行 图处 这灵气能度 人缘境 不对 才入真阳也不如此 师父 他到底是谁 师姐是在问我 在下夜晨 横月宗义实习弟子 你怎么会只是实习弟子 还不是因为 外门大笔就在后天 给我好好表现 让全横月宗 都对你们另眼相看 是 杨月宗乡 快找 横月宗放下 我已经等不及了 今天我一定要通过大饼 我今年 预计好一点 你们觉得 十字有希望进入内门 我投外门是大弟子 好 好多人啊 别紧张 这次只是提前让你来感受一下大饼氛围 若是遇到厉害的敌人 你认输便行 嗯 终于到外耳大饼了 什么人 为什么攻击我 这是个误会 我也不知 这位师弟 真是误会 他是自己杀了你的 这点借口 你以为我会信 竟然躲得如此轻松 这人到底是谁 师弟 你的身体不错呀 没欠我 醒来的 你该不会就是 一臣吧 知道他为什么来找你了 别急 看吧 都说了是误会 这到底是 你身上有真火吧 我想找你练丹 他规计是赶宁岛的 引我来的 真火 师兄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之前熊二那小子 到处找人帮他练化邪气 但和你混在一起后 又再也没有让人过 邪气和灵液 都只有真火才能练 他那里我确认过了 没有真火 那就只会在你身上喽 我去 熊二这小子坑我 师兄 你真误会了 没有就算了 来 喝酒 难得认识 交个朋友 好酒啊 你要担药何用啊 当然是修炼 你可知玄灵肢体 这是一种自古有之 非常善于修炼的体质 你一旦觉醒 修为便一日千年 而这一代的玄灵肢体 并是郑阳宗的一个女弟子 听说是个美人 叫 姬宁霜 果然是她 是 怪不得需要长老初懂弹药 怪不得要分手 原来我根本就不配 被他们放在眼里 我不会认输的 我一定会通过外门大笔 变得比任何人都强 都再不提高修为 这一殿三宗 怕是要被郑阳宗大美女 追着打喽 哎哟 看来叶师弟也有危机感了 炼丹之事 大笔后再说吧 那就 先谢过叶师弟了 敢问师兄 是紫山师兄 徐康师兄 江昊师兄 心悦师妹 齐昊师兄 排名帝寺的尹师兄 排名帝寺的灵丹阁齐悦 排名第二的任务阁霍藤 排名第九的藏书和陆轩尔 还有排名第六 第八 第十的师兄师姐 祝先要你 祝先要你 你哥哥都来了 都来了 你哥哥都来了 漂亮 这么够了 那就这样定了 等你通过外门大笔 便收你为徒 他就是徐长老弟宝贝徒弟 你身上有真火吧 我想找你炼丹 你可知玄灵之体 这是一种自古有之 非常善于修炼的一致 一旦觉醒 修为便一日千里 听说是个美人 叫 姬宁霜 是紫山师兄 徐康师兄 江昊师兄 夕月师妹 邪昊师兄 这些妖念一个个全来了 现在外门十大弟子 就差外门第一的 天阳风泄云了 外门第一泄云 你见过那人吗 该不会和紫山江昊一样 也是什么装模作样之辈 天阳风的来了 你们看 是天阳风的 这便是天阳风的首楼 看起来还没有江昊子山他们讲 走 是天阳风的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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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这些人 火完我们也走吧 这位道友不好意思啊 你小子怎么在那里 骑士姐 没想到妹妹长老也来观战了 待会儿一定好好表现 生存还是毁灭 是个问题 是长老们 长老们来了 长老们都来了 参与外门大笔的弟子都来齐了 那由我来宣布本次大笔规则 本次考验场地设置在妖林之中 规则只有一个 三日内到达妖兽之林中心设置的终点 便算通过大笔 妖兽之林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太难了 是这传闻中有十级妖王的妖兽之连 三天内 这个怎么看呀 怎么可能啊 大道艰险 唯有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种种困难 才能在修炼之路上走得更远 本次考试 既是危机 亦是机缘 师父要抓住 且看各位自己 这 这么危险 是 这下完蛋了 是什么意思 拼了 藏老说得对 这是个机会 我一定要抓住 这是个好机会 反正每次参赛 宗门都会发放保命预检 说什么也要试一试 对 也要试一试 主力吧 这头皮也要上啊 对 来都来了 不错就是 怎么样拼一分 万一呢 卧口 看这个家死 他们好像还没放弃 想在大闭上对付你 谁是猎我还说不定 想不想搞个大的 你小子的意思是 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 不介意加我一个吧 谢云 你什么时候 爱错这种热闹了 来来来来 最后强调一遍 本次大笔 方式不限 但禁止伤人性命 回者 必受门规制裁 我最后处理了 我最后我们先到处理了 他在这一边 那是一步的 第二个 走 我们不过分 我刚刚才是什么 外门大笔正式开始 看来传颂是随机的 还是趁没人 七级要手 谁有所拉过女风啊 这次大笔还派了内门弟子板解 这种情况之下 不知道有多少外门弟子 可以通过彼时 别人能不能通过 本座不知道 但是夜晨不行 本座已将主乎门下弟子 及有渊源的内门 凡是能在大笔 将夜晨击杀的人 重重有少 算算时间 某些人也该进来 那就按照师父 以及青阳师伯说好的 武人 倦尔 封信 ý 死 车怎么弄 七级药兽的内丹就是像 谁 给我出来 果然就是此人 找到你了 叶辰 是你 当然是我们 得罪了帝阳风 休想善了 这么说刚才的杀意是他们的 是你们就好办法 快走 兄弟们 按我们练的座 好 乾坤五位阵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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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死 这网就破了 速影切换 这么快就行吗 我是外门帝阳风的人 想小意思 还望诸位师兄笑纳 爷让你走了 别人交钱可以走 但是你 不行 你纵然变成了他的形态模样 但却不能模仿他人缘第七中的修为 爷说的可对 爷真 除了我之外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你爹 侯爷不如将此子交于我们 好生配啊 我 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强的力量 我 我 我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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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